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说明 顶级特工一心退盈 却意外卷入滔天阴谋 为求爱惜 一句负面整个犯罪反火的超然动作电影 叠中叠三 四挺全自动巴雷跳 惶惶射击又多爆炸 阿藏哥说中国话又多爆炸 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 这个男人是美国最顶级的特工 对面坐着的是他的妻子 他们被捕了 秘密武器在哪 不说就打死他 妻子泪如玉下 男主不能说 军火伤一枪爆头 妻子死了 男主惊醒是一场梦 他是伊森亨特 一个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定机特工 此刻的他已经身心俱疲 为了跟欣赏人图妞妞 过没羞没少的幸福生活 当初IMF一线 只负责给部门训练新特工 但在订婚宴上 伊森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 电话内容让伊森顿时沉下脸来 他强光镇定 借口外出买冰块 迅速赶到一家商店 与钱同事约翰街头 原来伊森曾培养了一个 顶尖女特工凯莉 前段时间 组织派凯莉去跟踪 黑市军火商巨头卡当夫 但目前已经失联 伊森本不想再涉足一线任务 但约翰留下任务相机就离开了 无奈之下 伊森将相机带回 通过红魔识别 确认伊森身份后 相机里任务内容一览无余 如今凯莉落入卡当夫之手 被关在柏林的一个废弃工厂 伴随一缕白烟升级 相机自动销毁 以出差为由告别女友后 伊森迅速集结特工小队 即可赶往任务地点 伊森在飞机工厂急速穿梭 往各个隐秘角落 安装全自动巴雷特狙击补枪 黑豹进入卡车内部 手指在键盘上飞跃 四挺狙击枪迅速各就各位 伺机而动 黑豹通过热感成像纵观大局 随时关注敌人动向 与伊森保持密切联系 伊森迅速向楼内进发 四处探查之余 将炸弹之一附上楼内墙体 伊森发现凯莉的同时 麦GQ成功破解大楼线路 比利也看着直升机就位 伊森以声令下 炸弹轰然爆炸 全自动巴雷特获利汹涌而出 敌人惊慌失所下 四下逃算 伊森手持冲锋箱 瞬间击毙两个守卫 救下凯莉 见凯莉神志不清 伊森迅速为其注射肾上腺素 带她一路外撤 与此同时 麦GQ潜入了指挥室 盗取电脑资料 麦GQ逃过一劫 也带着被爆炸波及的残破电脑 翻出窗外 撤出大楼 此时伊森和凯莉被敌人 与党接住 凯莉加造枪的一瞬间 犹如战身附体 一举击毙数人 师徒二人配合墨迹 一路过关斩将 伸挡杀神 扶我挡杀佛 两人虽既是汉勇无数 奈何敌人众多 而伊森枪里 仅剩一发子弹 伊森雷霆出击 一发入魂 黑宝看着卡车在楼下接应 伊森救出一枚炸弹 楼着凯莉一跃而下 爆炸先体操天越浪 而伊森一行人 有惊无险地撤出至野外 给卡车装上炸弹后 上了直升机 但凯莉早早被植入了 微型炸弹 此时 炸弹开始倒计时 剧痛迅速侵蚀了凯莉的神志 此时笛机赶到 踏着卡车爆炸的汹涌烈焰 冲死而来 笛机在身后发射导弹 逼力走位风骚 在风车林中急速穿梭 成功躲开数枚导弹 直升机内 伊森检测出 凯莉身体中的微型炸弹后 要用点击装置使其短路 但此时 身后低机穷追不舍 导弹再次袭来 麦吉Q被鱼卫直接震出直升机 还好伊森及时抓住 先显出其拉了上来 点击装置需要30秒充电 逼力当机立断 剑走偏锋 引诱体机 毕竟风车的巨大善意 体机脱闪不及 被风车直接搅碎 此时 微型炸弹爆炸 凯莉瞬间毙命 众人如灶雷击 大喜大悲 志在一瞬间 凯莉一死 而电脑资料 损坏严重 难以复原 任务失败 让情报局高层老黑 大发雷霆 让组织质疑起 伊森的能力 将伊森的这次行动 贬低得一文不值 伊森神情广乎地 参加完凯莉的葬礼回家时 收到了凯莉生前 从柏林借给她的明信片 明信片邮票后 支入一个V型加密刺盘 伊森将刺盘 拿给黑豹破解 随后 伊森又接到情报局电话 原来 技术部门修复了一部分 电脑的刺盘资料 都知 卡当夫即将在凡蒂冈 参加一场典礼 据推测 应该是为了进入一种 戴号兔角的价值 68亿的高威反上帝武器 拍卖大成功 伊森决定即可开始行动 一位爱徒凯莉复仇 二位证明自己 凡蒂冈是全球领土最小的国家 面积仅0.44平方公里 但凡蒂冈成戒备极其森严 要抓到卡当夫 还得揪住买家 这次任务可谓是 难上加难 出任务前 伊森被稳定后院 举办了一个简易婚礼 与突妞妞正式结尾夫妻 隔天 小弟成员兵分三路 扮演不同的身份角色 逼紧凡蒂冈 伊森假意 与比利在城道上争执不休 引到道路堵塞 抱怨四级 一片骚乱 伊森瞬机机毁摄像头 利用勾锁 一阵飞烟走壁 跃上城墙 藏于监控视野盲区 三下午初二复原摄像头 再从城墙一跃而下 换上神服装 成功混入内部 伊森潜入监控室 将循环录像带 直入监控后 赶往地下通道 借用从水路赶来的黑豹 两人通过信号感应 确定了彼此位置 直接爆破 将黑豹淋了进来 麦吉Q开着一辆 兰博基尼改拉多 盛装出行 比利换上卫兵服 与麦吉Q接应 麦吉Q一身红色战袍 霸气下车 完美混入 麦吉Q在酒柜上 发现卡当夫踪迹 借补装之名 又隐藏摄像头对卡当夫 进行360度乌丝角拍摄 卡当夫脸部数据 传入黑豹的电脑 一系列数据输入完毕 机器开始绘制人皮面具 黑豹被伊森装戴好 人皮面具 兼于卡当夫本人一般无二 另一边 麦吉Q接近卡当夫 一不小心将红酒 泼了卡当夫一身 卡当夫踢着公文包 见洗手间换衣服 为早就埋伏在此的伊森截胡 逼着他念出卡片上的文字 以获取声音数据 保镖九九不见卡当夫出来 就要进来查看 编译系统终于编译完成 伊森迅速出声 成功支开保安 伊森排卡当夫 踢着公文包出去后 麦吉Q以表达歉意为由 邀请卡当夫去酒店打牌 麦吉Q站好车 缓缓停在下水道头 带着卡当夫前入下水道 与黑豹会合 下一秒 为5.2升威时发动机的 蓝布吉尼瞬间爆炸 而真正的卡当夫 已经被比例从排风口 秘密运向地下通道 一行人赛从水路成功 逃离凡底缸 在押送卡当夫返程的飞机上 伊森逼问卡当夫 兔角是什么 以及其背后的买家 或者组织信息 但卡当夫不仅逼而不答 反而问起伊森的名字 伊森弄急 直接打开舱门 让卡当夫一半身体 推出舱外 冲动之举 纷纷大喊伊森的名字 大声劝阻 伊森被顾全大局 还是将卡当夫拉了上来 卡当夫笑了 你叫伊森是吧 很好 一行人下了飞机 要把卡当夫押回总部 这时凯莉寄给伊森的 微星磁盘被成功破译 视频中 凯莉说自己 窃听了卡当夫的电话 发现有一通电话 来自情报局高层老黑 下一秒 伊森从这里爬出 在他身后 一辆全部武装的直升机 缓缓升起 下一秒 一个湿的火力 劈头盖脸砸下 伊森穿过枪林弹雨 要从压送车 踢出卡当夫 但下一秒 四季就被飞弹击毙 需取手枪 如何预知抗衡 伊森只能赶回车里 去其他重型武器 敌人察觉伊森动向 又一发导弹袭来 伊森将武器枪丢出车外 急急跑开 但还是被热了先飞 就在此时 无数武装分子倾巢而出 开始腐化压送车 伊森缓过来 组装好武器 将无人机直接击毁 为了赶回压送车 伊森纵身一跃 险险攀驻大洞边缘 但一切已经开始 卡当夫被救走 坐上直升机 好指摇摇 冲着伊森得以微笑 伊森心里咯噔一下 意识到兔女女面临危险 伊森急忙和妻子打电话 但妻子已经联系不上了 伊森飞速来到妻子兔女女 上班的医院 此刻的兔女女毫不知情 却不知几个杀手已经袭来 兔女女被直接迷晕 伪装成尸体公然运走 伊森和对方擦肩而过 殊不知妻子已经被抓 此时卡当夫打来电话 要想让妻子活命 就在48小时内 交出兔角武器 刚要行动 几十名顶级特工 就将其团团围住 让其亲自逮捕了伊森 伊森知道自己被人出卖了 老黑下令终止伊森所有行动 并将其暂时堪压 这下妻子是必死无疑了 万年俱灰之际 老同事约翰偷偷将一把折叠刀 塞进了伊森手中 被推进电梯时突然爆起 在狭小的空间内大展拳脚 三下五出尔轻松撂倒一众守卫 踏上电梯上班的缆声 六支大吉 老黑勃然大怒 让所有人封锁伊森 但老黑知道 没有人能拦住伊森 因为他是最顶级的特工 逃出后的伊森乔装打扮 根据公文包内的信息来到上海 在兔角所在的大厦周边 勘察地形 此时小队成员们 得知伊森处境后 也纷纷赶到 兔角被存放在大厦56层的实验室里 一阵思虑后 伊森决定剑走偏锋 直接从大厦隔壁的大楼荡过去 然后从楼顶入基 拿到兔角后直接跳伞下来 荡过去的危险系数极高 且56层低于跳伞高度 开伞太晚 伊森就可能被摔死 但伊森为救爱妻 还是决定冒险一搏 于是 比利和麦吉Q不断发射棒球 到大楼玻璃上 成功转移守卫们的注意 而伊森吊着缆声纵身一跃 伊森疯狂下坠至最低点时 其重力高高荡起 狠狠摔到大楼楼顶 但伊森根本不能稳住身形 在光滑平面上激素下滑 电光火石间击毙楼顶两名守卫 最后鲜血攀见边缘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正在众人交集等待时 伊森顺利拿到兔角 从56楼破窗而出 低空跳伞极为危险 最后关头伊森的降落伞 鲜血挂在了路灯上 劫后余生 伊森着陆时 兔角却不慎滚落 兔角被往来汽车撞到乱滚一通 伊森慌愣地在马路中央辗转 终于将其碾上 此时 兔角守卫也追了上来 比利开车方的伊森一路击驰 眼看约定的48小时 缩手无几 伊森匆忙打电话联系卡当夫 却又信号不加 此时 麦GQ却不慎受伤 伊森直接打开车门 三两枪打爆 一辆急车撤胎 约定时间仅剩5秒 伊森终于拨通卡当夫电话 联络好交互地点后 挂断电话 最后 伊森给兔角安装上追踪器 并将追踪器编码 传递给了约翰 以便组织随时派军队 将兔角抢回来 伊森告别队友 故身一人赶往交易地点 并遵照指示 喝下了迷药 在醒来时 一枚微型炸弹被打进伊森大脑 兔牛牛正被绑在伊森面前 卡当夫拿枪指着兔牛牛 嘴上的交代 是卡当夫的女翻译一容而成 你老婆没死 死的是卡当夫的秘书 约翰打电话过去 让伊森听声音 伊森却趁其不备 一口咬住约翰的手 将其直接撞晕 伊森解开束符 用约翰的手机 拨到了组织技术部门 借旧交情 查询到了约翰 上次通话号码的位置 伊森在技术部门的指引下 在大街小巷疯狂非分 嘴里急着直说中文 这中文说的 美国人听不懂 中国人更听不懂 阿堂哥继续狂奔 穿入小巷 等一下 这是什么 半仗 当初这片在国内上映时 这个镜头还出现在了电影院 制造了各大电影论坛的 爆笑话题 广电总局百密一书啊 一路夺面狂奔后 亮堂终于找到图妞妞 于是伊森雷挺出击 迅速撂倒两个守卫 来到爱奇面前 下一秒 剧动之间将伊森吞噬 是伊森大脑内的微型炸弹 被启动了 卡当夫走出来 对伊森一阵拳打脚踢 之前卡当夫被伊森抓获时 他放出的狠话 现在都要一一实现 他抓起伊森 拖到图妞妞面前 要让伊森眼睁着看着爱奇 死在眼前 伊森不顾剧痛 忽然抱起 将卡当夫直接扑倒 这一次 伊森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 一拳一脚极为狠力 奋力抱着卡当夫摔出电外 下一秒 车辆飞驰而来 伊森瞬间调转身位 而卡当夫直接被车辆撞飞 伊森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 他解开图妞妞的束缚 来不及解释 剧痛再次席卷而来 伊森迅速自制出电机器 图妞妞拉动开关的同时 伊森直接被点晕 此时醒来的约翰也带人赶到 图妞妞拿起枪 隐喻暗处 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 这个女人既有尺度天赋 一出手就击肤是弹无需发 连赶来的约翰都被图妞妞直接击毙 图妞妞哭着给伊森所心肺复苏 但伊森一直不行 就在他快要绝望之时 伊森猛然做起 一切尘埃落定 伊森将兔角带回总部 功成身退 老黑也终于解除对伊森的嫌疑 感叹 伊森不会是我手下最顶级的特工 而伊森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回去跟图妞妞继续过 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 电影结束 这就是电影《碟中碟3》的故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我大家看得多经典电影